好 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第45课 就是Lesson 45 The Power of the Press 新闻报道的威力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请同学们打开书到208页 好 动作快些 208页 我们先跟老师把生词短语大声读一遍 Now read after me Democratic Democratic Restrict Restrict Abuse Abuse Contention Contention Entold Entold South Dakota South Dakota Perpetual Perpetual 好 二百六七页 上面还有 Quintuplet Quintuplet Obs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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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cally Radically Exclusive Exclusive Nursery Nursery Commercial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Commodity Commodity 好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里边一些比较重点的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民主的 好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Democratic Democratic 好 这个词叫做民主的主义 是一个形容词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的这个一些例子 看看用在哪些场合 比如说 A democratic country 一个民主国家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一个民主政府 A democratic society 一个民主社会 等等等等 这个民主的经常修饰 这样的一些名词 一块来使用 咱们下面再看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The democratic process 这经常我们说民主进程 中东和这个和平进程 这是民主进程 就是慢慢推进民主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民主的经常可以修饰另外一个名词 这个词为什么当作重点来看呢 这个词我们看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字根 就是记住 咱们在单词里面 如果出现了Dem 或者是Demo 这三个或者是这四个字母 它一般情况下都表示人民 就是people这个意思 另外后面那个democratic 里面有个CRAT 这个CRAT的四个字母放在一块 一般来说表示ruler 就统治者 统治你的这个人 有的时候呢 它后面拼写拼成CRACY 这个cracy这么一个字根 这个字根表示统治的意思 它表示统治 如果CRAT呢是统治者 咱们看看这几个单词的变化 你看democratic 前面Demo是人民 后面CRAT呢是统治者 人民当统治者 是民主的 那人民当统治者 要呗 老百姓来领导国家 那是民主的 叫democratic 那么democrat这个词 直接把这IC去掉 变成名词 就表示民主主义者 或者是民主党人 就行了 人民的统治者 民主主义者 或者民主党人 我们再读一下后面的名词 Democrat Democrat 就民主主义者 或者民主党人 都可以 还有呢 民主政体 或者民主 这个名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Democracy Democracy 这个多好记忆啊 前面这个Demo 是人民 Crissey是统治吗 人民统治 是民主 或者表示民主政体 这个都可以 我们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 还有一个词叫Democracy 这个儿比较大 大家发现有共同特征 前面都有个Demo 这个Demo 那是表示人民的意思 后面这个graphy 咱们记住 G-R-A-P-H-Y 可以表示write 写字 写字 把人民的情况写下来 把老百姓的情况记录下来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 这个人口统计 人口统计 这或者翻译成人口普查 都行 记下老百姓 他们有多少人 叫什么名字 人口统计 或人口普查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Demography Demography 看到Demo 是跟人民相关的 这多好记吗 记起来特别快了 变成短语了 在这有这样一个词 叫epidemic 我们看到这个Dem 没有这个字母 老实说了 也是表示people 表示人民 前面那个E-E-P-I 这三个字母 这个epi 这个字头 放在一块可以表示among 在什么什么中间 在什么什么时间 在人民中间的 这个翻译成 这个流行 性疾病的爆发 流行病的爆发 在人民中 这个病在传播 所以流行病 或者流行病的爆发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epidemic epidemic 记住 在百姓之间传播 流行性疾病的爆发 就在epidemic 注意是个名词 那还有呢 像这个autocratic autocratic 和autocracy 我们看又是一组字 前面那个 C-E-R-A-T 这里面有C-E-R-A-T 还是个ruler 统治者 前面有一个 N-U-T-O 这个auto 这auto 不是咱们的autot汽车 这auto 表示cell 自己的 自己当统治者 所以这个词翻译成 独裁者 这是名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autocrat autocrat 记住 是独裁者 为什么不自己统治 你们都得凭我的 自己统治 独裁的 再读一下形容词 autocratic autocratic 你看是不是可以跟这个democratic 民主的同时来记 同样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独裁 或者独裁政体 大声来面 autocracy autocracy 就是自己统治 就好了 对吧 就是独裁 或者独裁政体 我们看到了这个民主的 这里面有重要的字根 就是DEMO 表示人民 另外 CRT 表示统治 统治者 还有我们再看一组 大家可能一看比较熟悉 有个词叫bureaucrat 这个表示政府里的官僚 这个词略有贬义词的味道 一般是指那些没守成规的官老爷 官僚 我们知道这个 Burea 这个词本来就可以表示政府的布局处科 布局处科是政府那些组织 政府的组织 当统治者就发现政府里的官僚就好了 Burea不是本来政府里的布局处科吗 用它们 对吧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官僚这个词 Bureaucrat Bureaucrat 他们里面有统治者这个词 同样的这个官僚主义的或官僚的官僚作风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形容词 Bureaucratic Bureaucratic 这官僚主义的或官僚作风的 同样我们看官僚主义或者官僚作风 这个名词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Bureaucracy 再来一遍 Bureaucracy 叫官僚制度或者官僚作风 或者反正官僚主义都行 总之是政府那些布局处科 他们来统治是官僚主义或官僚作风都可以 这是我们举一反三的相关词汇 可以放在一块来记 这个效率就高了 好 民主的这个形容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限制局限 这个有复习 这个最早在第38课里面 咱们讲过一次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Restrict Restrict 好 这个词咱们动词来用 表示限制或者是局限 那么它表示具体的限制 表示抽象的比喻意都行 具体抽象都可以 咱们看一下例子 先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The long skirt restricted her movement 这个长裙限制了这个女孩子的移动 这裙子太长了 可能裙子特别瘦 包住腿了 走路的是不方便的 限制了她的移动 这个限制具体的能够看到的这个动作 做比喻也行 你看这句话 The government passed the law to restrict the sale of guns 政府怎么样 政府通过了法律来限制这个枪支的销售 就是不许呢 在轻易的在马路上去卖这个枪 限制枪支销售 这个限制是抽象的一个比喻意 通过在法律上对某种行为做限制 这是我们看到 都是其无动词的用法 那如果表示 把什么什么限制在什么什么范畴之内 这回顾我们38个讲过这个搭配叫做什么呢 叫restrict 我们跟借词to搭配 把什么什么东西限制在什么什么范围 或者这个范畴 或者这个领域之内 我们跟借词to 这非常好理解 咱们看一些例子 access to the club is restricted to members only 就是只有会员 那么才有权利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面来 这个俱乐部是会员制 一般人是不欢迎的 掏钱都进不来 access可以表示接近 或者到达某个地方这个权利 这个权利的仅仅限制给这个会员 这个范畴之内 其他人没有这个权利 限制在什么什么范畴之内 可以用它 再看一个例子 I restrict myself to a glass of wine per day 我给自己做了一个限制 我限制我自己呢 每天最多喝一杯酒 不能喝太多喝 最近肝脏不行了 每天最多喝这么一杯 限制在什么什么范围之内 记住restrict跟to搭配 那么跟他类似的38个 我们回忆还有一个叫limit 也是把什么什么限制在什么什么范畴之内 还是跟这个借词to搭配 特别好记 我们再看例子 the airstrikes are limited to military targets 这个句子还记得吗 可能大家还有印象 这个空中打击或者空袭 airstrike 怎么样呢 仅仅限于军事目标 military targets 就军事目标 可以这么来说 好 这是限制在什么范畴之内 急不动词 当然可以用被动 没问题 还有什么呢 咱们再回忆 还有一个词 就confine confine 后面也是跟这次to搭配 是限制在什么什么范畴 或者领域之内 也是限制控制的意思 confine本来可以表示 把什么什么关在什么里面 把狗关在笼子里面 把人关到监狱里面 可以用它 派生意识限制 我们看一看 咱们以前说过的 264页第27行 这个片段咱们说过 尽管这个课还没有讲 264页第27行 for collectors are not confined to any one country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些收藏家 他们怎么样 不会被局限于 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之内 我们怎么翻译呢 大家记得吗 因为收藏者 收藏家是无国界的 这个翻译的好吧 没有国界吗 不会被限制在 任何一个国家范畴之内 这个国界并不是 限制他们去交流的 一个东西 可以跨越国界 好 这是我们看到 restrict表示 限制这么一个重点词汇 这有复习 我们把这个词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形容词 叫永恒的 长久的 或者做派生意 有贬义词的味道 表示讨厌的事 没完没了的 这个都行 我们给老师大声读一下 注意不要读perpetual 因为这个t碰到了u前面这个ye 因为you不是发ye和u放在一块you吗 t碰到了ye 一般会变成sh这个声音 就像我们说last year 读块叫last year don't you 读块叫don't you 都是这样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perpetual 你注意出中间发sh这个声音 再来边 perpetual 它叫永恒的 长久的 或者派生意 倒霉的东西 没完没了的 没个尽头 咱们看一下 先看 表示永恒的 长久的 长期的 比如说 a perpetual mist hang over the valley 这个valley 山谷 山谷的上方 永远有那么一层雾 悬挂在山谷的上方 就是山谷的上方 总是雾蒙蒙的 这么一大片 并不是在上午有下午就没了 一直有这么一层雾 好像永远都在这个地方 这长期的 长久的 永恒的 可以用它 那派生意呢 叫没完没了的 是个贬义词 讨厌的事 比如说 his son grew tired of her perpetual demands for money 这个男的很快 就变得厌烦了 这个女人 不停的 没完没了的 总要钱 你一次两次 给你点接级 救急 你可以 你成天到 还总要钱 这就讨人厌了 没完没了的 对于钱的这个demands 需求 但英国人都是demands 美国人都是demands 都行 这个group是变得 就growth 一般过去是be tired of 就对什么什么 很讨厌厌烦的 可以这么说 咱们回顾一下 跟他非常类似的 还有跟他的替换词 有两个 那么有一个叫 eternal 跟这个perpetual 非常类似 他也可以表示 永恒的 永远的 派生意呢 也是没完没了的 讨厌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eternal eternal 含义类似 比如先看 永恒的 永远的 比如说eternal love 永恒的爱 永远的爱 eternal love 永恒的生命 永远也不死 eternal optimist 表示永远的 乐观主义者 就表示这个人 是个乐天派 看见什么事 自己爸爸死了 都哈哈大笑 那心情一直很好 永远的乐观主义者 可以这么说 永恒的永远的 这个可以这么来用 当然它有贬义词的味道 你比如说 the eternal arguments between mother and son 就是母子之间 没闻没了的争执 吵嘴 就是妈妈跟孩子 跟儿子之间 总是不合 性格不合 总打架 没闻没了的争执 吵嘴 可以用它 eternal 表示没闻没了的 也行 跟perpetual非常类似 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 就是我们说 everlasting 这也是 本意可以翻译成 永恒的永远的 派生意 依然是没闻没了的 讨厌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everlasting 好极了 它的本意是永恒的 派生意 也是讨厌的事 没闻没了的 你看这相词 可以同时记 先看 表示永恒的 永远的 everlasting fame 永远的名誉 永远的名声 永远在人们心中 有个非常好的名誉 everlasting glory 永远的光荣 这glory表示光荣荣耀 永远的荣耀 这个家族的荣耀 永远千秋外代会传下去 同样的 everlasting life 表示永远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就是像神一样 永远不死 永远的永恒的 派生意 也是不好的意思 你看 I'm tired of his everlasting complaint be tired of 咱们刚刚见过 就是烦透了 我烦透了 这个家伙 没没了的抱怨 你说一两句完了 成天祖抱怨 跟祥林嫂一样 讨厌 everlasting 有这个意思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三个形容词 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 perpetual 第二个 eternal 第三个 everlasting 这三个词本意 都是永恒的 派生意 是没完没了的 贬义词 好记得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咱们的复习 第十七课中 还讲过一个 跟它类似的 叫不朽的 流芳百世的 不朽的 不朽的 不会死的 派生意 是流芳百世的 有点 褒义词的味道 我们大声 在复习这个词 慢慢跟老师 先读一遍 immortal immortal 好 叫不会死的 流芳百世的 不朽的 比如说 Plato believed that the soul is immortal Plato是谁呢 咱们以前说过就柏拉图了 就Socrates Plato And Aristotle 这三个人 我们在未来 第四册 李老师在三十二课 伽利略重生 会讲的这三个哥们 就是大S 苏格拉底 还有他的徒弟 柏拉图 还有他的徒弟 柏拉图的徒弟 Aristote 雅里 斯罗德 这个东西Plato 不要读柏拉图 柏拉图相信 人的灵魂是不朽的 是永生的 不会死的 肉身会朽 但是灵魂不会 The immortal Shakespeare 不朽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人死了 但是他的名望 他的作品 永远活在我们人类 历史里边 不朽的莎士比亚 流芳百世 他的名声传下来了 对吧 再比如说 Emily Bronti's Immortal Love Story 叫Emily伯朗蒂 他的不朽的爱情故事 就是伯朗蒂姐妹里面 那个Emily伯朗蒂 不朽的爱情故事 表示不朽的流芳百世的 他的名字 一直被大家流传下去 你看 可以用它 反意思是哪个 好 我们还记得 叫做会死的 终有一死的 或者反正致命的 都行 会死的 终有一死的 或者致命的 跟老师大声在读一遍 Mortal Mortal 看例子呗 比如说 All human beings are mortal 所有的人到未来都是会死的 有个美国总统说 人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他有两件事是确定的 第一个 是每个人必须得纳税 第二个 早晚都得死 这个是肯定一出生 就注定了 A mortal wound 这是一个致命的伤 这个wound是外伤 这是一个外伤 如果拉个小口没事 他整个一个外伤 光 两米 直径两米 一个大窟窿在胸口上 这非死不行了 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外伤 致命的会死的 叫mortal 那么不朽的流氓百事的 immortal就好了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这个我们再复习25课讲过的 还有一个叫长期固定的和临时的 这一对词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长期的或者发现固定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ermanent Permanent 当然英联邦国家的人会懂 Permanent Permanent 那美式呢 把这per per 变成per permanent 都行 长期的 固定的 A permanent job 一份固定的工作 并不是临时干两个月 是一干几十年 长期的固定工作 My permanent address 我的固定的住址 不是租房 我这一直就住在这儿了 固定的住址 当然英国人有可能会懂 每个人都说address My permanent address 或者My permanent address 这个两个翻译都行 那么它的反义词是临时的 暂时的 我们再读一下 Temporary Temporary 临时的 暂时的 这就翻过来 比如说 Temporary job 一份临时工作 暑假打工 干两个月就不干了 Temporary matter 一个临时性的措施 再过几个月之后 有正式的规范 现在是临时措施 Temporary relief from pain 暂时的缓解了疼痛 这个relief表示 痛苦的缓解或解脱 现在不疼了 但过一会儿又疼了 临时的 暂时的缓解了疼痛 好 这是我们看到重点词汇 永恒的 perpetual相关的一些词汇 包括在17课 二十五国讲过的 重点词的复习 放在一块 咱们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名词 叫默默无文 咱们还记得 在36课讲过 它的形容词形式 今天看到名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obscurity 好 再来一遍 obscurity 默默无文 它一般可以当 不可署名词来用 表示默默无文 不为人知 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复习它的形容词形式 默默无文的 不起眼的 或者翻译成 难以让人理解的 都行 我们在36课说过这个形容词 大声在读一遍 obscur obscur 好 它做形容词本意叫 默默无文的 不起眼的 或者不为人知的 很少有人知道的 派生意也表示 hard to understand 难以理解的 都可以 这是36课知识复习 咱们就看一看 36课里面的这个句子 166页第四行到第五行 166页的第四行到第五行 看课文里面 Readers happily accepted the fact that an obscure maidservant was really the hero's mother 还记得吗 读者们很乐于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就是一个 什么叫maidservant 女仆人 女佣人 一个很不起眼的女佣人 原来是主人公的妈妈 就跟那雷雨一样 鲁士平 就这么一个情况 默默无文的 我们再读一下 obscure 它的名词默默无文 再读一下 obscurity 特别好记 这个默默无文这名词怎么用呢 它更多的用在固定搭配 in obscurity 处在默默无文的这个状态 尤其是过着默默无文的生活 live in obscurity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 过着都是默默无文的生活 I live in obscurity 我一直过着默默无文的生活 普通的老百姓 没有名气 还有呢 跟它类似的living comfort 过着舒适的生活 咱们看这几个都是live跟in 这个搭配 过着一种怎么样的生活 咱们举一反再多看几个 live in peace 过着宁静的生活 和平 宁静 波澜不惊 宁静的生活 living fear 过着非常恐怖的生活 就是三天比两头都 害怕有坏人来 在战争期间 过着生活的恐惧之中 可以这么说 还有类似的 live in poverty 过着贫困的生活 poverty 咱们在21个讲过 就是poor的名词形式 贫困 它的反译词 live in luxury 过着奢侈的生活 奢侈豪华 咱们最早在第六课就讲过 跟老师在大声诺一遍 luxury luxury 就过着奢侈的生活 还有呢 living happiness 当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么live in misery 过着悲惨的痛苦的生活 这个 misery 叫痛苦或悲惨 这个状态 总之 这个live in 可以表示 在什么什么状态之中生活 或者过着一种 这个是 这个 怎么样的生活 都行 我们以后再描述 一个人是一个 不起眼的无名小卒 就可以说 he or she lives in obscurity 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就好了 好 这个默默无闻 这个词有复习 我们跟老师就看在这 这个书最后一个比较重点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商品这个词 表示商品的词特别多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词吧 commodity commodity 好 这个词做名词表示商品 注意 表示商品 用这个词是书面语 音节比较多 口语中一般不太喜欢用 是书面语 而且注意是普通的一个可数名词 可以数的 复数呢 就是去掉y之后 变成ies就好了 那么比如说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叫做农产品 农作物 这本身产品 agriculture 是农业 agricultural 是农业的 农业的产品 就是农产品 同样的 coal is becoming a rare commodity 现在这个煤 煤炭 已经变得一个稀缺的商品了 现在这个煤炭短缺 所以价格昂贵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稀缺商品了 a rare commodity 看到是可数名词 刚才用了复数 只能用一种商品用单数可以的 还有我们常常有个搭配叫 community prices 注意就是我们常说的物价 community prices fell sharply 物价暴跌 或者物价昼价 就是非常陡峭的在下降 物价暴跌了 物价我们再读一下这段语 community prices community prices 就是商品的价格 我们常说的物价就好了 但商品还有好多词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有个词叫groves 这个goves表示商品 但注意它第一个比较通俗 第二个这个词表示商品 一定得用复数 goves它必须得用复数才行 就生活中常见的商品这个词 它没法用单数的 像安安来修饰是不行的 看看简单的例子 industrial goods 表示工业商品 agricultural goods 农产品 跟刚才那个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类似 但goves这个词比较通俗一些 在口语中喜欢用音节少的词汇 但这个词必须用复数 它不能用单数来修饰 跟它类似的 我们在28课还讲过一个 wares 大家还记得吗 也是货物或者是商品 这个词类似的是 它也是必须用复数 这个跟goves非常类似 必须用复数 而这个词比较文言 甚至比较古雅的一个词汇 稍微文粥粥了 wares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再读一遍 wares wares 也是商品或货物 但这个词一般多指什么呢 一般多指不是在商店里出售的那些商品 一般是指在什么市场上 在走街串巷 街头摆摊的 他们卖的这个货物 尤其在市场上 或者马路边摆摊 摆出来的这个货物 用wares更恰当一些 咱们看一些例子 craft people selling their wares 正在出售他们这个货物的那些手工业者 手工业者 他们可能做的一些篮子 手工编织的篮子 一些艺术品的等等 摆在路边的摊上正卖 这个时候用这个wares更合适些 那craft people 表示手工业者 那就是什么 什么做做做这个工艺品的这些人 匠人 工匠 可以这么说 那么再看28克里面 是不是也这么用 134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134页第一到第二行 他说 small boats loaded with wares spat to the red liner as she was entering the harbor 当这个巨轮驶进海港的时候呢 满载着货物的小船 飞也似的向巨轮行驶了过来 这个spat 是微移动词 就speed的 一般会是spat 飞快的行驶 满载着货物 这个货物呢 也是摆摊这个货物 而不是商品 而不是这个商店里 在柜台里面那个货物 记住 一般是走街串巷 或者市场摆摊的这个货物 用wares 所以记住 它一定用复数 那还有一个 最后再看一个商品 也是生活中特别常见 但也绝对是文言书面语的 不可数名词 merchandise 你看commodity 是可数不可数都行 这个commodity 是普通的可数名词 用于单数复数都行 但是goose和wares呢 是必须用复数 但这个词 它反而是不可数名词 commodity 普通可数 goose和wares 一定用复数 这个词一定是不可数 我们再来面 merchandise merchandise 它来自于那个大商人 merc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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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过那门商人 大商人吗 后面那个DIC去掉 加字母T 这个加DIC之后呢 是商品 注意不可数 看一些例子 a wide selection of merchandise 那么对商品的一个非常宽 宽泛的宽广的选择 就是选择面非常宽 商品不可数名词 不能GIS 还在比如说 these tokens can be exchanged for merchandise in any of our stores 在我们任何一个商店里边呢 这些token 就是伏币或者代币 或者翻译成类似 带金券的东西了 伏币或者代币 或者带金券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token token 这个代替钱来使用的这个东西 能够在我们任何一个商店里呢 把它换成商品 用它来买东西 去当钱这么实 买东西是可以的 注意商品 merchandise 不可数 好 这是我们把这个商品 这几个重点词汇 看到这 到此为止 我们把第45课 比较重点词汇 就讲完了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生词短语 就看到这 好 谢谢大家